8月13日据美国彭博士报道 截止今年7月 境外机构持有的中国债权 已经达到了刷新记录的3.77万亿人民币 持债规模连续4个月上升 还有美国媒体声称 中国债券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好的债券 多国央行都十分看好中国国债的发展前景 中国国债已经吸引了前所未有的大量买家 与此同时 美国财政部公布了最新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 该报告显示2021年5月 中国减持美债177亿美元 这是中国连续第三个月减持美债 也让24个月以来的中国净减持美债规模 达到了8740亿元人民币 这令美国政府感到警惕 也令耶伦感到坐立不安 美国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独家报道透露 美国财产考虑在未来几个月访华 若属实这将是拜登政府访华级别最高的官员 可能会与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 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会晤 消息人士称目前还没做出具体决定 双方可能会谈论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 也会讨论贸易等更困难问题 对此美国财政部回应 一轮没有秋季访华计划 这和之前舍曼访华前套路几乎一模一样 先用媒体放风 看看中方和各界的反应 之前阿拉斯加天津举行的中美高层会议 美国想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谈话 反倒被中国反呛 美国没资格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讲话 中国不吃这一套 接着天津会谈 中国直接列出两份清单 三条红线 事先脸还没丢够 为何又要来访华 事实上美国财长心里最清楚 现在美国的经济情况有多凶险 这段时间耶伦多次发出危险预警 在最近的8月10日 耶伦再次敦促国会两党合作 采取行动提高债务上限 以防止政府债务违约 如果国会不通过新的立法提高债务上限 或暂停其生效 那么在今年10到11月 美国政府就将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 这可是美国政府从未遇到过的事 如今美债规模已经高达28万亿美元 美债利息虽然越来越低 但在本金居高不下的情况下 美国政府要偿还的美债利息 也已经高达8000亿美元 而美国政府似乎无钱可还 为了解决美债危机的问题 美联储已经行动了起来 在美联储7月利率会议的声明中 外界意外地发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表达了篇银派的货币政策信号 他正式表示开始讨论缩减QE 并将加息时间提前2023年远超市场预期 由于美国的通胀指数居高不下 CPI数据又高于预期 鲍威尔还表示 如果通胀数据仍不下降 美联储将采取行动 分析人士认为 这意味着 美联储在货币利率正常化政策上 已经开始认输 简单来说 美联储几乎已经倾家荡产 这也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所说的情况相印证 耶伦曾表示 美国联邦会在8月的某个时候 耗尽所有资金 2021年1月25日 75岁的前美联储主席 首位美联储女掌门人耶伦 被确认为美国财政部历史上的首位女性财长 4月 耶伦在讲话中批评了特朗普的 所谓孤立主义政策 表示拜登更注重与盟友间的国际合作 和中国在应该竞争的地方竞争 在可以合作的地方合作 但只在必须对抗的地方 对抗 6月 耶伦又发表言论 炒作所谓中美脱钩议题 路透社解读称 耶伦是在表示 美国预计会在某些领域与中国脱钩 不过 他对中美在技术领域脱钩表示了担忧 并称美国的许多盟友 并不愿意大幅减少在中国的商业活动 同样 是在6月 中国官员与美财政部长耶伦举行视频通话 双方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十分重要 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 就宏观经济形势和多边领域合作 进行了广泛交流 对彼此关系的问题坦诚 交换了意见 愿意继续保持沟通 对于美国放风耶伦访华的消息 有国人甚至还为耶伦出谋划策 美国可以列清单提八个要求 叶伦财长要给中国如下清单 一 要中国尊重美国实力 因为美国是以实力为地位同中国讲话 二 要中国遵守以规则为秩序的国际准则 当然是以美国优先的规则秩序 而非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用反讽的形式揭露美国的丑恶嘴脸 这也是美国正在做 并且想要中国做的 三 要中国执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买更多美国农产品 四 要中国求美国开始第二段贸易谈判 求美国降低关税 五 要中国压低人民币汇率 维持出口产品价格帮助缓解美国通胀 六 要中国在气候谈判配合美国 七 要中国买美债 八 要中国停止国家统筹计划 发展高科技 中方早已挑明态度 美国是否有诚意 两份清单给出了目标和方向 也设置了检验标准 美国执行了吗 否则 免谈 有网友对此发表评论称 美国现在还对中国提要求 这是喝多了 还是在梦游 贸易战打到如今 中国越打越猛 美国却是明显扛不住了 最新动态 美国一些商业团体联合发声 要求拜登政府取消对话关税 当地时间8月5日 包括美国全国商会在内 30多个来自零售商 芯片生产商 农场主 和其他领域最有影响力的 美国商业团体发声 警告继续保留 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行为 将会拖累美国经济 他们喊话 拜登政府尽快重启对华贸易谈判 并取消关税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自拜登政府上台后 便一直保留了特朗普政府时期 开始对中国相关进口商品 征收关税的政策 而目前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 约有一半被加征了关税 他们都由美国进口商支付 这应该是最真实的反映了 美国商界意愿 是来自美国民间最真实的声音 说明贸易战带给美国的伤害 确实不小 让他们有些难以忍受了 其实美国国内窘境并非体现在这一件事情上 早前诸多现象早已显露 6月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就打电话给中国 希望中国不要升值人民币 这可是比较破天荒的 要知道早前美国可是一直指责中国 操纵汇率 说人民币贬值太多 如今却希望人民币不要升值 完全颠倒过来了 7月17日 美国财长叶伦表示 贸易战正在伤害美国消费者 另一方面 美国虽然想拉着盟友对中国极限施压 但很显然 除了澳洲 日本等几个铁杆小弟之外 美国的多数盟友们并不想继续反华 或者放弃中国这个 目前全球唯一的健康大型市场 既然打不过 那不如就加入 为了复苏美国经济 拜登政府也不得不转变战略 寻求中国的帮助 反而中国倒是越打越猛 中国外贸出口数量越来越大 仅2021年上半年 不但同比增长27.1% 较2019年同期也增长了22.8% 对东盟、欧盟、美国、日本 分别增长了27.8% 26.7% 34.6% 14.5% 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 正越来越高 2020年 中国首次超越德国 成为全球第一大鸡血出口国 这表示中国已不暂时高考 衣帽鞋袜这类触及产品了 中国出口产品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哈佛大学发展实验室 8月3日发布的报告显示 贸易战期间 中国出口的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 其出口几乎填补了全球产品的 所有已知领域 日本日经新闻8月10日发布文章称 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的研究所 10日发布的最新报告 在全球背影次数排名前10%的科学类论文中 中国论文的数量首次超越美国 位列世界第一 现在美国有人希望把半导体生产 重新带回美国 应对半导体短缺问题 但同样因为缺少优秀的工程师 这种愚蠢的想法 很难成为现实 中国出口正越来越硬起 当前特殊时期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 其产品成为了全球硬通货 不但不惧美国贸易战 反而从8月1日起 取消钢铁出口退税 甚至加税20% 40% 这肯定是有相当底气的 所以两相对比之下 就不难看出 美国的贸易战可以说 是完全失败了 它发动贸易战的初始目的 一个都没有实现 想抽走中国制造业 结果中国全球制造中心 地位更加稳固 想打掉中国外贸出口 结果中国外贸不但数量年年创新高 在质量上也不断上升 想缩小贸易逆差 结果美国对华逆差越来越大 想通中国脱钩 结果中美贸易逐年扩大 想来美国也是好玩 大印钱却无法像以前一样 向全球输出通胀 这次仗得自己很难受 贸易战本想打崩中国 却让自己伤痕累累 又因机缘巧合 叠加到通胀之上 20%关税让本已高涨的物价伤口 被再捅一刀 本想极限施压打崩别人 如今却搞得自己起虎难下 五湖挨栽 8月16日日经亚洲评论发文称 阿富汗危机阻碍了 拜登将目光聚焦于中国的努力 美国很可能已自顾不暇 他们很难再抽出大量的精力 去对付中国